欢迎您收听古风言情多人有声剧《藤风流》 电视剧《浊浊风流》原著小说 作者随雨而安 由月牙白了白龙盘另一弦演播 第二十集 国具力拉着沐浊华从人群中挤出 沐浊华回头看着激愤的人群眉头不禁皱起来 京兆尹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只是这一群人口中就说出了七八个版本的 小秦宫花魁被杀案的真相 香艳凶杀 素来是百姓津津乐道之事 云响月昨夜刚刚崭露头角 今日便成了一缕方魂 众人议论纷纷 逼迫着京兆尹给出一个答复 郭具力给沐浊华煮了猪脚面线 说是驱除煤气 沐浊华饱饱地吃了一碗 郭具力又烧了热水给他搓澡 听说监狱里可糟了呢 耗子这狼遍地走 小姐 你可得洗干净了 哎呀 轻点 沐浊华疼得呲牙咧嘴 你可是郭具力啊 你这搓澡比言行好打还疼 郭具力吹了车 沐浊华被搓红的皮肤 哎 知道了 小姐细皮嫩肉的 郭具力轻轻地给沐浊卤沐浴 揉捏肩膀 沐浊华松了口气 背着郭具力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忧愁 小姐啊 你说 云想月是谁杀的呀 云姑娘那么美 那么美 怎么就死了呢 沐浊华勾了勾嘴角 我怎么知道呀 郭具力笃定地说 我觉得小姐你一定知道 你那么聪明 有光目不忘的本事呢 沐浊华扑吱一笑 得意洋洋地说 这你还真说对了 我知道 啊 小姐 你快告诉我 是谁杀的云想月啊 郭具力瞪大了眼睛 好奇地问 沐浊华 覆到郭具力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 郭具力瞳孔一缩 双手捂住了嘴 不要说出去啊 沐浊华郑重地说 郭具力用力点头 深夜 万籁俱进 只有郭具力的打呼声 沐浊华心想 云想月的死 对花街的声音 影响还是挺大的 打羹的声音敲过紫石 外面传来轻轻地敲门声 沐浊华起身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男子 对方神情有些僵硬 沐姑娘 麻烦你走一趟 有个病人想接你 沐浊华微笑着点点头 我准备好了 走吧 对方正了一下 看了眼沐浊华的打扮 发现他深更半夜 竟然衣着打扮齐全 甚至药箱也早就准备好了 似乎早就料到 半夜会有急诊 男子领着沐浊华上路 两人一前一后 走在无人的小巷里 终于是男子先忍不住开口 沐姑娘 你这不问是去哪里吗 沐浊华笑着说 不管是哪里 只要是病人 我都会去的 男子咽了一下 又问 你就不怕是陷阱 沐浊华又笑了 我手无寸铁 身无分文 你要是涂抹不轨 早就下手了 我还怕什么陷阱啊 男子沉默了片刻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我想问的 你不会回答 也就没必要问了 终于把话说死了 两人来到小秦宫后门 门没有锁 一推就开 男子领着沐浊华来到小院 沐浊华看了看壁纸的房门 是昨晚那个男子住的地方 进去吧 沐浊华笑了笑 上前两步 轻轻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今日这房间 显然与昨日 有了些不同 虽然还是一样的陈设 但分明是仔仔细细 打扫过了 干净的一尘不染 房间中间的桌子上 点燃了一盏油灯 一灯如豆 只能照亮方寸之地 而其他地方 隐隐绰绰的 看得并不清晰 只隐约能建一个轮廓 沐浊华低着头走进去 关上门 二话不说 砰的一下跪倒在地 王爷饶命 阴影中 传出一声 滴滴的闷笑 脚步声 游远极近 沐浊华 头压得低低的 虽然看不到 但他知道 那个人站在了自己身后 你是什么时候 知道我身份的 男人的声音温润 而醇厚 本就十分好听 因微微压低了声调 更平添了一丝暧昧 沐浊华整个人 全在地上 像只蜗牛一般 回王爷的话 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本王哪里露出了破绽 沐浊华心里 翻了个白眼 全身都是破绽 首先 是手上的茧子 王爷的茧子 在虎口和掌心 还有中指和食指指腹之间 这是用枪 刀和弓箭 才会留下的痕迹 王爷指尖有力 茧子虽在 但明显变薄 显然曾经武艺高超 但已生疏不练了 第二 是王爷背上的伤 王爷背上的伤疤猙獰 可见曾经深可见骨 却又愈合良好 只剩下极浅的疤痕 这种伤 非剩药难以医治 能用这么好的药 必然身份尊贵 第三 王爷体温极高 全身放红 脸色却始终不变 显然是人皮面具的缘故 第四 王爷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 却不合身 显然不是您自己的衣服 而真正属于您的衣服 是 是泻裤 沐浅华说着顿了顿 脸上有些发红 嗯 泻裤的面料 是贡品 江南绸缎装所出 能用这种布料的人 屈指可数 第五 您虽然穿了别人的衣服 熏香却留在了身上 这种香味 是千金难买的家罗香 难朝其真 这种香味 可以安神 镇痛 综合以上五点 这世上 只有一种满足条件 就是定王殿下 喜欢的话 就关注主播吧 请不吝点赞